讓我們放手吧 親民連假肯定台灣祭連兩天嗨唱 湧進超過三萬人 但第三天因為北部遊客確診 緊急喊咖 發上萬則細胞警訓 演唱會變成大型篩檢站風雲變色 台南市區大消毒 連假過後各級學校多點爆發 成大130名學生參加台灣祭 兩人因此確診 長榮大學一名學生返鄉確診 停課十天 還有一所國中三所國小 預防性停課 衝擊六間學校 疫情連假後大反撲 所以即使停課 學生仍然是不停學 南台灣最後一塊淨土 小琉球也在連假後淪陷 新北市確診情侶登島遊玩 傳染給民宿老闆和另一名房客 別界民宿來聊天的外籍科技場 員工和女遊客也被傳染 一個民宿共六人確診 但一早依舊有遊客照樣登島去玩 那邊都算五千宵過 也大家都做筛整個 因為會得就會得 不會得就不會 擔心一定會 大人一定都打 但想得沒有 連假結束後遺症 天天上演疫情連環報 游擊噱頭沒打疫苗 校園紛紛停課 就怕成為疫情反撲的最大受害者 記者賴冠章 張聰王 王書宏 台南屏東報導 在比方 中間的海外 除了很多 salt 揺著 穿著